交通部持续推动机车考照制度改革从2018年开始 比试的总题库高达了1666题 考试似乎是越来越难了 而考题当中有一题被网友直呼 根本就是机车考照的魔王题 如果有对象两台机车要转弯进入同一个车道 请问是要先让左转车还是要先让右转车呢 正确答案是要先让左转车 那么这个答案呢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不少的网友直呼 现实跟法规的答案根本就不一样 大马路上十字路口车辆传流不息 有直行车也有车子准备左转或右弯 但都是绿灯型 路权到底谁该优先常引发争议 网路上就流传一题 号称是机车驾照考题中的大魔王 看看图片中两台机车要进入同一个车道 到底要左转车先走 还是得先里让右转车 答案是左转车先行 要右转的会比较正确 因为它是比较靠近路口的部分 右转先走 左转的要先里让直行车跟对象的车 左转的时候通常会比较危险 然后右转车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我觉得通常会让左转的先走 翻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102条上写明 对象行驶之左右转车辆要进入同一车道时 右转弯的车辆应该里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主因是左转弯的难度高 加上如果是汽车左转恐怕有事件死角 危险性高 因此右转弯得先里让 一般民众而言会觉得说 他右转弯明明就比较容易 那他赶快通过路口之后的话 那左转弯车就不会跟他相转 我们在实物上面处理上面的话 我们还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一个规定 来做一个处理 远景也证实不少民众搞不清楚 左转车要先行还是右转车要先过 发生车祸引发的纠纷也不少 提醒民众骑车或开车上路 别以自己的认知判断 还是得照着法规走 安全相对有保障 杰州月灵法案新北市报道